今天在这里昆顿新兵有J-Fung 冯云 Hello Hello Jay Hello 派到你今年的第四首单曲 没错 其实今年一直很忙碌 也完成了演唱会 是呀 很精彩 多谢多谢多谢 谢谢 其实我看得很开心 多谢多谢 也很开心 你终于有自己个人数 十年了 终于等到 看到那个很在状态 很压长 多谢你 在台上很有型的陈允谦 多谢你 很开心 跳舞呢 跳舞都开心 哈哈哈哈 不承认 大家开心 不需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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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结束之后 亦都很快去 因为在表演上有新歌唱 没错 吸缺成人的首歌 那首歌唱完之后 现在就有另一首新歌 这首歌叫做 《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th》 《吸口气》 是的 其实今次这首歌 会是一首 在感情世界上来说 会是一首分手的歌 它是 表面上你听 其实就是 我们是用一个 情侣分手的一种感觉 去包装这首歌的Message 但其实这首歌 是挺大体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 每个人可能在经历 都可能会经历过 有些事情 可能比较複杂 或者可能是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 而可能这些事情 可以说的是 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的是 工作等等 anything any big decisions 可能你遇到 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人 就会是 within自己 有些争扎 不知怎样去做 但是这首歌 其实就是一种鼓励 给大家一步好大体验 只是吐一口气 让它走 只是看看那条路 看看它如何发展 顺其自然发展 不要想到 只是去做 是这样的状态 即是说的是 这次可能爱情 只是一个切入点 只是一个借代的态度 但是其实说的是 人生里面 可能我们会遇到 很多不同的关口 有很多关卡要过 但是我们可能在那里 会堵住了 不知怎样算好 你便告诉我 其实我们要 交淡气 定一定自己 是的 按你的选择去行 去做你想做的事 没错 其实原来一个这样的方向 去做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不止只是说外情 可能在外情世界当中 你要分手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但是人生当中 都有很多不同的决定 要做的时候 这首歌便告诉我 其实在一些难关上 我们未必需要看到它真的这么困难 又或者 真的是 一条路都好像不太通的时候 你总要走下去 那怎么去处理呢 而且因为其实是需要很多用感的 因为有时候你是想做一件事 你解决不了 那你是未必可以自己一个去行这条路 但是 所以为什么这首歌 其实我首先也想说一个编曲 我们加了一些gospel的vibe 就是听到最后那首歌去到美元 是会听到一旁人去唱 就是gospel的choir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你不用放心 你不用怕 你有什么想做 你去做 你不用自己一个人去走这条路 我们会附与你一起走 We'll do together 那种的感觉 那种的力量 所以一听的时候是很hopeful 很united 的感觉 是有力量的 有陪伴的 有一帮人在身边陪着你 拖着你 在给你力量 所以那个音乐的力量 就可以在你的片谷的想法做到 其实这次要去做这首歌 你就说可能在人生当中 会有很多这些关卡要过 对于你来说 最近的这个关卡 发生过什么事 其实这首歌我写的时候 都是有自己的经历 因为我自己是 上了在天妈的家 我们就开了一支红酒 我们就写那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特意说要写 但是喝了红酒的人自然就会很emotional 那我就会想起 可能我和我另外一半有些经历 那可能 其实我都发觉 long distance 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拿捏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家人 不像我妈妈 是可以 三十多年 long distance 但是也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有时一定会有些争论 三十多年 long distance 三十多年在一起 都不可能是争论 对 也会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学会 如何拿捏 如何能做得到更好 或者如何能够更好 争论 这些东西 加上有些朋友 可能他们的故事 他们在经历有些事情 可能他们和我同一半 这些东西就创造到我去写这首歌 一个喝了酒的状态下 旋律或者那些感受 自己走出来找你 是啊 那好了 有了旋律或者那些音乐符出来之后 你要去跟Oscar沟通 填词方面 你怎样跟他们说 你想要些什么呢 其实已经在试试词写了 因为我这首歌 是和你添满写的时候 其实已经写了试试词 全部都是英文词 基本上就给他们听 让他们消化一下 我又再说 说了几句 让他们听我自己这首歌 是有什么想法 那他再消化一下 之后他就有很多input 他就写了这一份词 有一句我都很喜欢 就是他的词词 我觉得是很窩心的 就是一句 就是 你抱紧新的一位 我在远处回你 我本来未消到底 那一句我最窩心 是因为 因为 你见到你另一半 你已经知道 虽然你们不是在一起的时候 我见到我另一半和新一半 那种感觉 其实我都会继续微笑 会等你开心 但我自己可能里面 耐心是很痛苦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 一听我觉得是很窩心的 嗯 你不知这条路是如何 但是你还是要让开心 然后看看什么事 我觉得这一句是很窩心的 嗯 其实这一句我见到的时候 原来 分开了之后 可以笑着去祝福对方 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起码是要在分开那一刻 不是一个抹面的状态 是的 而且原来 那份爱 要继续带下去 去祝福对方 可以找到他的新的灵魂 找到他的新的幸福 那个大爱 真的很大爱 要很大的 心脏要很强大的 这句可以很触动你 其实这次要做这首歌 或者将来有没有一个出叠计划呢 有啊 我们想着 可能希望有 好像上年那样 年底出叠 我们基本上是 现在走不到 已经是第四部分 那应该 希望 年底也会出到一首 这首歌其实 已经写好未录的 就是这样 这首歌我都很喜欢 也希望 也有计划 今年出的 也很想问你 有哪首歌你不喜欢 有哪首歌你不喜欢 我自己的作品 都没有 因为我不喜欢 我就不会出来 就是了 但这首歌我都很喜欢 但这首歌是不同的 因为我自己是 例如 例如《Take a Breath》的一首歌 都是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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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音乐 我怎么可以 自己做一些新东西 我觉得有时 做完 我会很满意 我才会出街 嗯 而我一听 我就觉得 又不同 又有些新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作为一个创作人 或者作为一个歌手 去给你自己的听众 或者粉丝 一些不同的 可能一些新的创作 嗯 所以我觉得 我很幸运 我是公司 让我去做这些 所以下一首歌 歌游是很特别的 都是我自己 过往都没做过 我好像都没做过 所以是 期待的 今天应该 E.P.也可能有八至九首歌 OK 是 好成的 是 下首歌 就已经有个想法 在这里写好尾錄了 是 也是一个自己 没试过的东西 那下次麻烦你 带你把E.P.上来找我 我一定会 是 希望我到时 推出那首歌 再跟你谈谈 看看那时候 有什么想法 告诉我 好 多谢Jay Bone 谢谢 谢谢